6月初出国之后 中国柔道队一直都是以赛带练 辗转多地参加了欧洲柔道巡回赛 亚洲锦标赛等一系列赛事 队员们通过各种比赛和训练营 接触到不同的对手 就到了锻炼 这次在阿塞拜疆的训练为期一个月 这段相对稳定的训练时间 教练组根据不同队员 在之前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对个人的训练计划都进行了调整 这种前所未有的 长时间快节奏的海外征战训练方式 队员们已经非常适应 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适应的 因为比赛的节奏和训练的节奏 它是以赛代念相当于 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成长了很多 让我摔跤更成熟 对于我自己而言 通过和各个国家的对手实战对抗 让我在记忆战术和手法上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因为对手的摔法风格的不同 自己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灵活 相比6月开始外训时 队员在身体状态 记忆战术能力 精神状态等方面都有提升 最重要的是 通过高水平比赛和训练 可以使队员变得更强更自信 从而为世锦赛做好准备 中国柔道队目前在阿塞拜疆 全力备战11月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 举行的世锦赛 训练期间 中国队和阿塞拜疆队 进行了几次实战队练 目前队伍的训练内容 首先以强化体能为主 在充沛体能的基础上 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进行训练 优化提高个人得意技 根据各级别重点对手 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 让我们留在阿塞拜疆训练 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为了更好的备战世锦赛 为即将到来的比赛调整好状态 其次这里有很多高水平的 不同风格的对手 作为训练伙伴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训练 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参加世锦赛了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积极的备战 强化体能提高自己的技术 希望在世锦赛中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从出国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在这三个月期间 我们反转各地训练和比赛 在训练上生活上 我都收获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在接下来世锦赛的备战中 我要更加努力 向世界最高联想的台冲刺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质量 所以我们就帮助整个小诊赛 您的一周 看好多次是 我们就看到底下的项目的 还是…… 因为我们的预先